今天穿的是一身绿色的队斧 而富裕穿的是一身蓝色的队斧 我们现在看这个 阿隆抢一眼 打中了门角上 一场比赛你掏个十个八个盘 其实很正常了 来 看着一下 这应该是张成东房的 也是广东人 正好也是回家看看 姜鹏这脚非常不错 这种雨天我觉得可能远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这巴达拉又到左边了是吧 好的 看看能不能学回传 有机会 得阳 我就说得阳 哈诺一耸肩说这个没有 哥们这球你不见 想干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跟雨天还是不远的 对 我看这个球 姜景 第一下没领好 江宁现在这个状态 原来这 还过了两个 这是江宁的特点 就是横向拿球 处理的第一个脚球 再看江宁这两下横着 横向拿球 打着一脚 他还好就视线没受到 机器也惊到了 哎呀呀 干嘛呢 干嘛呢 阿龙投球 打得外球闻住 这球太危险了 江宁又是江宁 钻石是有一定的这种 这种远射能力 你看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打在了 这个雨天 这个天气是有关系的 这脚传球还可以 但是没有起脚的机会 打门 脚里也没站稳 小瓢打了 光是就是说几岁到几岁才打仗 应该到细节到 每场课或者是 每个动作上 他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难实践 你比如说这种体育专业院校 没有 将来慢慢的 七岁到十岁的孩子 你怎么教 一刻一刻一节一节一节 大家都这么来 你看这场比赛 比赛结束 他们吹下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双方是打成了0比0平 我这人后面会认识 我们的打算予了 我们的打算予出 我们的打算予出去 我们的打算予期 accompanied我们の打算予期